3月25日有网友爆料称 在日本大阪偶遇杨幂和张大大并晒出两张照片 照片中杨幂戴口罩长发披肩 身穿绿色脸帽外套和修身裤 一双细细的长腿惊险 而张大大则是戴墨镜 身披一件黑色脸帽外套目视前方 杨幂与张大大同框 两人身上都背着一个可爱的小黄人 宛如情侣款特别有趣 此次杨幂和张大大现身日本游玩 老朋友间的相聚也足以引人注目 杨幂安德拉贝贝张大大是娱乐圈特别好的闺蜜 三人可以说是无话不谈 早前杨幂安德拉贝贝相继发博 晒出士兵截图为张大大亲生 杨幂晒出的截图中 贝贝已在张大大尖头天笑 而贝贝一晒出的截图中 杨幂也被迫露出前脸 令网友大呼羡慕张大大 这一波我占双羊 说了双羊美颜盛事 还有一条评论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有位安德拉贝贝的粉丝在微博下面留言 纯颖今天也是我的生日 也马上收获了贝贝的生日祝福 网友们纷纷大呼 暖心爱豆安德拉贝贝又上线了